台東縣焚化廠今天發生公安意外 就在下午1點多 焚化爐的1號機冷卻管線漏水 沒想到4名工人前往檢修時 這管線卻突然的爆開 4人全早噴出了熱水給燙傷 緊急送已久止 稍等一下喔 等等會有救護車過來支援 拿起水管不斷浇灌傷者身體 搶時間要讓傷者降溫 傷者的身體有多處發紅 痛苦不堪 緊急送已救治 4名商者都是前往台東焚化廠的檢修人員 30號下午1點多 台東焚化廠發現1號鍋爐异常 隨即指派這4名工人前往檢修管線漏水的問題 沒想到檢修到了一半 管線突然爆裂 工人閃避不及 當場被熱水噴溅 要請委外廠商要更注意 我們工作夥伴的操作的一個標準 根據了解只有一名的商者 傷勢較輕 其他三人則是2到3度的燒燙傷 由於這是台東縣焚化廬首起的公安意外 環保局以及消防局全面動起來 釐清事故原因 期間1號機將會暫時停機 至於縣內的垃圾將會改由2號機來處理 不會對垃圾的焚化帶來營傷 記者劉林賞台東報導 南無緣的化碼 總共失敗 真人藏 坦白 東縣焚壁